美国大选到底有没有中国各种内斗的势力跟政治势力的介入 外界还在观察 然而这一场美国的大选 这个成败的结果也会影响到美中关系 可是同一时间 习近平上个礼拜缩短行程回到北京 然后紧接着今天就曝光了他跟王岐山合照的画面 而且这样的画面是在抗美援朝打倒美帝的重大活动上 老师怎么观察 第一就是前任大家不是怀疑说王岐山跟习近平之间出问题吗 然后有各种各样言之早早的说法 我不说这些说法不对 现在只是说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确定 但是我们看到中共斗争有个特色 就算我现在要斗你呢 事情没有到最后那天呢 我还让你公开露面 大家记得薄熙来吧 2012年当时在2月份就已经传说要斗薄熙来 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个王立军出逃吗 就是他出问题吗 我们一路看看下来 三月初的时候 他们在开着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 薄熙还出来热门过两天 还坐在那里 第一天还谈笑风生 然后这个衣服没事一样的 跟这个握手 跟着寒暄 嘻嘻哈很轻松 第二天出来的时候 两个整个脸都垮掉了 眉毛都塌掉了 第三天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可以观察东西呢 非常多 我想我先把话题拉回到另外一件事情 刚刚几位讲的都是很凶险的事情 我想谈一个比较平和的问题 也就是下个礼拜 中共开五中全会 那么五中全会呢 是26号到29号 在一个月前 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 中共已经谈过两个文件 我们其实跟大家简单提过 再重述一次 第一个就是十四五规划 就是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规划 跟2035年的远景目标的建议 这是第一份文件 第二份文件呢 我们上次跟大家比较详细谈过 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 那么五中全会呢 马上就要开 大家都关注人事问题什么等等 但我觉得我们要看五中全会呢 得先看一下就是五中全会呢 究竟是在这种什么样的 内外的背景下召开的 我先谈外部背景 第一个背景不用说 就是美中贸易战 我们已经谈了一年多了 第二呢 就是美中的战略对抗 我们从去年慢慢谈呢 这个温度慢慢开始升高 我还记得 我们最早谈的问题是 大家都不太相信 大家都不太相信 你们的节目怎么这样讲 怎么讲说美中会对抗 当时我们就很确定说 美中一定会逐步对抗 那现在呢已经升温了 就相当 这个温度相当的高 第三个问题呢 请各位不要忘记 香港的事情 目前看起来是平息的 但其实没有 第一香港的社会动乱呢 还在酝酿当中 第二香港的经济呢 因为这些问题呢 也开始严重下滑 第三呢 香港的国际制裁呢 像方亲为爱 所以香港呢 也是个大问题 第四个呢 是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呢 我们从过去讲的 一路讲到现在 我们说它最后的问题就是 传播全球 让大家开始追责索赔 那么中共未来应付的问题呢 推出一个这个应对手法呢 叫战狼外交 就是战狼外交 不但没有帮它解决问题 反而把以上问题 几乎全部连起来 所以搞成了一个 非常孤立的外交情势 那么还有件事情 跟这个不直接相关的呢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好 那么也就是在外部上呢 这个他们得面对这个问题 那内部面对什么呢 第一 经济跟外贸严重下滑 这是我们讲了很长的这个问题 第二是因此引发的失业 大家都不太相信 大家说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 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只讲两点 第一点就是 中共官方的公布的这个失业数据 它讲的是这个城镇失业数据 农村呢 它是不管的 所以就算是几亿人失业呢 它不在统计当中 第二 如果大家 还是相信中共的这个失业数据的话 你只看一点就好了 最近我们晓得 这个北京的清华大学的 博士班的毕业生 找工作找到哪里去了 找到街道委员会 换句话说 原来应该进大企业的大公司 现在找到街道委员会 然后你说是服务相邻呢 还是说因为是失业的问题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这些连续下来会产生的 一定是社会资安跟官民冲突 但这点呢 中国比较少报 第四呢 就是债务问题 那不管是什么 这个前面是外贸也好 或者经济下滑也好 到最后 你就变成债务问题 然后财政刺激 再来一个就是 大家现在慢慢看到了 武汉肺炎呢 在很多地方呢 似乎野火重生 然后再度爆发 再来水灾散后的问题 还给我们比较少 它那是粮食问题 这是内部呢 会碰到比较大的问题 那内部 我们一直讲 我们说除了这些经济 社会问题之外呢 到最后呢 一定会集中到一个点上 也就是政治上的权力斗争 前阵我们跟大家数过 我们说像任志强啦 邓普方啦 陈平啦 然后蔡霞 他们讲这些东西呢 其实只剩下一个问题 台湾社会 一直有个错觉 或者因为中共的 这个媒体渗透了 然后洗脑了 他会有错觉 觉得说 这个习近平 全国非常巩固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我们说 这个绝对不是事实 而且习近平本身呢 对他的权力状态是 辽若执掌的 他晓得说 他敌人非常多 所以经常要把这东西呢 外面要折得非常好 让你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说 这连续四件事情呢 不管是任志强呢 还是说最后的蔡霞呢 他说明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 中共高层的斗争 非常激烈 第二 更可怕的是 对习近平来说 更可怕就是 过去权力支援 他的红二代 现在呢 似乎很多呢 跟他这个离心离德 然后要开始动手了 那么这样就不难 这些问题呢 就不难跟刚才前面 几位讲的 都结合在一起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 我们说 其实中共到最后呢 很大部分问题呢 都落实到 内部的权力斗争上面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 这个只要习近平一天不倒 那这些反习的人 不管是江派也好了 或地方上贪官也好了 或者说这些经商太子长 太孙道也好 或者军方 这些反习派也好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就是把习打下来 那问题是 他拿什么地方 拿什么事件做隐信 拿什么地方做战场 过去我们举过很多例子 那现在这是非常有趣 就是拿美国大选 当做一个新的题目 拿美国大选当做战场 来打习近平 那明老师刚刚讲到 借美国大选 反习派动员 那当然也是国际级的 借刀杀人的战场 对啊 所以如果说把刚才前面几个串起来呢 那看起来就说 这个现在这几个硬碟呢 比较有一种可能就是 是江派你们流出来的 然后交到这个美国人的手上 那简单说就是 这个中共的宫廷斗争呢 跟美国宫廷斗争呢 两步系合流了 这是国际级的 就像刚才在主寅所说的 那我想现在还是再回到 我前面比较温和的话题 就谈谈十四五计划 那十四五计划 我前面提到说 当然中共内部现在应付的 一个是武汉肺炎还没消失 然后第二就业问题 日趋严重 第三粮食问题 正在浮现 所以十四五计划呢 它不只是要解决经济问题 而是从根源上希望说 这些反习派呢 要对付我的这些问题呢 我能够消弥一部分 这样至少使得社会上 反我的声量会出现 所以它做什么事情呢 它提出十四五计划 跟2035的远景规划 它里面一定会有 经济的目标做法和规划 然后对GDP的成长数字 会提出来 然后对内循环要怎么做呢 它得讲清楚 内循环呢 我们再回到刚才话题呢 其实它是要应付美中贸易战 它想出个办法 去拉动中国大陆经济 要找一个领头羊 那么原来的领头羊之一 重要领头羊之一呢 是华为 那么华为现在被打得非常惨 但是呢 他们是不是因此就放弃华为呢 应该不会 因为坦白说 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再找一只新的领头 非常困难 还不如叫现有的东西呢 我看怎么样 跟它改头换面一下 然后这样别的办法 把它拉起来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看到还有AI啊 森科等等 那么如果以上的推论 是合理的话 那我们看到 我们前程看到说 大陆搞的芯片大要进 我们叫晶片大要进呢 那就非常合理了 好 那么具体来说 如果中共正在半导体 或者芯片上面 想要大要进的话 它会做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看起来 在国际上要拿到这些技术 很难要有这些人才 非常困难了 会被封杀非常严重 所以看来一个合理的目标 就是台湾 也就是说它会对台湾呢 在科技方面的统战渗透挖角 甚至直接采购呢 会变得厉害得多 所以新竹那边呢 可能要忙 甚至全台湾呢 从南到北呢 都会卷进这样大戏当中 那么也就是说 十四五计划呢 不管它表面文字如何写 应该重点在这几个方面 然后最后呢 会牵扯到台湾 这是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是刚刚我们提到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工作条例 过去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现在还有一段文字 我们还没看见 这段文字就是在新华社里面讲了 新华社说 这个要为什么通过工作条例呢 要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 党中央的权威 跟什么统治能力什么等等 那么如果这段话 那只是新闻报道的话 那就算了 如果这段话出现在工作条例里面 那他直接冲击的就是一个接班人问题 换句话说 习近平用种这个陈昌暗渡的方式呢 把接班问题呢 把它转变到一个对他有利的方向 我简单说了中共接班制度 我们过去讲过 中共接班的一般来说 每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 每一任的是五年 他通常可以连任一次 就两次十年 我们就拿这个最高的总书记来说 这个总书记呢 如果现在刚刚接班了 那么他干了五年了 通常在第四年到第五年呢 他选下个接班梯队 就选这个总书记跟总理人选 然后通常是五十岁上下 然后甚至再年轻一点点 让这两个人呢 就进到常委会去 然后变成七个常委会 九个常委之一跟之二 然后在这里面干常委呢 见习五年 五年之后等到这一届退休了 那么这个见习五年 这新办就要上来 习近平当年就这样上来的 所以如果说合理的话呢 习近平照理说 在二十大 也就是两年之后 2020年他必须下台 下台的话呢 他在十九大 也就是这个两三年前呢 就应该确定接班人 当时没有确定接班人 大家回想一下 当时他传的最多接班人 是两个人 又叫胡春华 又叫孙政才 所以在2017年开十九大 那前后我们就看到 有关很多这两个消息 正面负面都有 所以我们就要看说 到底会怎么走 结果晴天霹雳 啪一下七月份 把孙政才抓了 然后抓去坐牢去了 然后胡春华 大家说 那会不会进那个班子呢 那后来发现 胡春华没有进常委 所以我们就比较确定说 看起来习近平呢 不准备选后面的接班人 准备长期执政 如果说我们这件事情 一路揭揭的话 那看来这逻辑就合理了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一方面 帮助习近平就说 因为改革很困难 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十年是不够的 二十年可能还勉强可以 这话几年前我们就听过了 但真正原因应该是 权力斗争非常凶险 如果一旦下台的话呢 恐怕性命不保 好 那下一位问题是 如果打算长期执政的话 那应该做什么事情 其实比较合理的做法 是修改党章 设党主席 因为换了一个新的职位之后 不受原来的限制 可以再做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目前看来 如果只是修改工作条例 而不是修党章的话 那看起来是一个 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为什么退而求其次呢 应该是说 习近平派系估算 现在我推党主席呢 可能实力还不够 反对势力太强 所以我退而求其次 走到这一步 好 就是政治局或尤其政治局常委 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变动或动作 那么如果是的话 那我们讲的这些权力斗争呢 就有可能成真了 好 我们稍后回来 那我请教一下加勇大哥 这一次的这个美国选举 当然哦 这个媒体也追踪出来 很有可能中国的内斗 然后斗到美国的战场上 那确实在这个时间点 当年的这一些重要角色跟人马 都是江派的系统 所以江派的系统 第一时间被联想到 也是非常合理的 对 现在看到的电油门 涉及到乌克兰 还有哈萨克 然后呢中共 结果现在发现 中共的部分呢 可能资料 其实是中共这边抛出来 那是查一下发现 刚刚讲的那个叶简明 他有一个国际事务助理 这个助理就是跟拜登联络的人 他的邮件发到收件的人 就是杭德拜登 然后这个助理是谁呢 现在查出来叫做柏田田 他是薄熙来的私生女 那习近平查到这里以后 就知道事情失去了 网络爆料爆料到柏田田 柏田田 所以习近平查查查 查到最后发现 叶简明的国际事务助理 是柏田田以后 他就知道事情不好了 把叶简明抓起来 然后呢 拜登呢就把 据说薄熙来的一个录音 交给了那个习近平 那这个录音呢 这是江家这边的 背后是涉及到江家 所以他们说这个权力斗争呢 到最后如果真的 习近平跟拜登这边胜利的话 那江家这边 江泽民 曾庆宏 梦建筑这一股 这边的势力在美国这边就崩盘了 那这里面就是说涉及到说 中共里面的反习近平的势力 把一些资料丢到美国这边来 然后呢引爆这个 这个所谓电油门的相关的这些爆料 韩特拜登跟他的爸爸这边 就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对方到底有多少料 对方的料如果差不多的话 那么这边就会止血 撞尾求生 认该认的错 然后呢把整个案子收掉 现在为什么他们不出来讲话 他们不清楚对方还有多少 后面还有多少要报搞不清楚 所以现在按拼不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爆料的这个情况 我们目前已经看到 有几个独立消息来源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一炮 就是德拉瓦州那个电脑店 那个有个问题 他既然看到里面的资料是拜登的话 他为什么不去通知拜登拿回来 他反而交给FBI 那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那边的电脑 再来第三个是那个 他的合作伙伴Kuni 在监狱里面提出了 那个2.6万份的那个邮件 最后呢是亨特的那个 心理医生的那个电脑里面 那这几个不同来源 独立消息来源 经过交叉比对以后 会印证讯息的正确性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他媒体发现 这个情况以后 虽然那个主流媒体不报 但是其他媒体还是会绕得过去 还是会赶快跟进 去补那个很多的材料 所以到最后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爆料变成一个滚雪球 然后呢把一个个人的贪污腐败 连结到国外势力的介入 最后会变成出卖国家利益 变成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那么一旦这个问题的话 就变成说什么 电油门的本质就是几个字 叫做中共的红色渗透 那么这个红色渗透 将来台湾要做一个榜样 就是台湾也要清洗 中共的红色渗透 让美国人也知道 台湾不只是在防疫有贡献 在清理红色渗透 也可以做出贡献 好我们稍后回来 承恩刚刚看到的是川普 直接在教室场合 那只指这个拜登家族贪污 我看到川普个人的竞选频道 今天台北时间下午 立刻丢出两个拜登卖国的影片 现在整个选举主轴 就是打到拜登家族 那贪赌卖国 对川普说的非常直接 刚刚大家看到影片 是在内华达州卡森市 他的造势 他就是说拜登家族 就是一个犯罪企业 然后拜登是有史以来 最黑的最肮脏的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群众就说 另外一个相关发展是 共和党有11位众议员 写信给司法部长巴尔 请求他设专案来调查 拜登家族的这个弊案 然后这件事情 他们引用的资料 其实就是纽约邮报 跟这个布莱巴特的所有资料 包括通乌门中间的 引荐乌克兰的 这个布里斯玛的高层 帮他桥市 收中国华信的 这个1000万的这个顾问费 所以主流媒体都不报的 然后FB认为说 还要事实查核 现在众议员就打起来 当作是事实 请求巴尔来调查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发现说 FBI动作非常慢 所以督促司法机关 来正式来调查 然后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 未来可能的source 未来可能的来源 为了要了解 我们要先提 第一个是江湖传说 说江派由提供三颗硬碟 分别给川普 裴洛西 还有美国司法部 这个是在这个路德的 这个报道 爆料出来 而且现在爆出来 是美国的一个犹太的 一个和平之声的一个网站 然后呢 他说这三颗硬碟 关于什么呢 非常劲爆 第一颗硬碟是关于彭博 彭博在中国的时候 说是有被录的一个色情的不移的这个影片 还有就是说呢 杭特做前客跟习近平政权有高达四十五亿的利益输送 这是第一颗硬碟 第二颗硬碟是关于中共 特别是习近平高层的海外资产 以及他们的私生子的资料 第三个是说中国如何制造武汉肺炎的病毒并且散布 那我们就看这未来的话测试怎么发展 另外的话 另外一个source就是更多的电邮 这一位的爆料者叫做史怀哲 各位如果看过我们以前节目 就是他其实是一直在追 杭特拜登的弊案 他有写过书 有拍过纪录片 他是最早二零一八年 是在追这件事情 他说库尼有交给这个布莱巴特有两万六千封的电邮 因此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会被揭露出来 另外就是英国的美日邮报 他这报告说一个哈萨克门 为什么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老拜登跟小拜登跟哈萨克的拉基金夫 这个拉基金夫是哈萨克总统叫做纳扎尔耶夫 他的一个亲信 而且呢所有的人都不跟他来往 因为他呢很有钱 但他的钱的来源不饼 可是只有一个人为他做钱客 就是小拜登 杭特拜登 他介绍他去投资美国的矿业 介绍他在美国拍电影 然后呢在这个电邮中间呢 这个拉基金夫还称杭特说我的兄弟 然后呢这张图片就抓到 就是说老拜登其实知道 而且见过这个人还一起合照过 然后最后来看做叶简明的故事 叶简明这件事情是纽约邮报爆出来的 第二波爆料中间说 他跟杭特拜登透过这个 杭特拜登的公司 中国华信有给他一千万 这件事情怎么样 我们对一下二零一八年 当叶简明出事的时候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文报道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续集 没有什么好否认第一件事叶简明是谁 他一九七七年出生是福建人 他自己否认说我不是叶简英的孙子 但是呢正如主持人刚刚所说 他在二十五岁二零零二年的时候 他的创立中国华信就拍到了一个 能源公司就开始经营 三十七岁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这家中国华信被列为全财富杂志 列为全球五百大企业之一 而且就一直在上面 然后他是经营两个事情 一个是能源 一件事金融就是贷款 然后能源的话 他在二零一七年的九月的时候 买了俄罗斯石油百分之十四的股份 大概九十一亿美元的这个资产 他说他是民营公司 可是他在中国的能源企业 仅次于中石油中海油等国营企业 就是非常大的中国华信 并且他也收购这个东欧的一些事业 然后呢评论人都说他凭何德何能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一直在经营关系 经营关系让他出事 经营关系中间他一直想打入华府 他做了什么事 纽约时报说第一个他找一个退休的 这个海军上将叫拉曼 英曼的 他说我跟你合作 给你一年一百万美元 你要不要 英曼说对不起我不要 我因为不知道你在干嘛 然后他还找了伍尔西 找了这个麦克法兰找了Greenwood 找了Greenspan 就是他一直在打入高层 可是呢这些人都说 我不跟你来往 唯有一个人就是杭特拜登 杭特拜登呢 就跟他在迈阿密有密会 并且后来就成立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email 所说的他就一年一千万的顾问费 那他做什么事呢 就是引进华府的高层人员 包括他的父亲 那后来他怎么出事的呢 叶简明在中国华西有投资 在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 其中一个叫何志平的 他呢一直行贿查德 以及乌干达的这个高层 为了要取得石油的开采权 结果被FBI盯上 在纽约盯上而且被捕 被捕之后 杭特拜登非常慌张 第一通打电话才打给谁 打给James Biden 就是拜登老拜登的弟弟 老拜登的弟弟说 对不起你打错 你要找的应该是杭特 把杭特的电话给他 这是纽约时报 明明白白的写 中间利益关联是非常清楚的 我请教石板明夫 怎么观察今天的这个五中全会 然后老人政治当中 王岐山落脸讲话 那这个周末事实上 网络媒体也曝光了 朱镕基的这一个老画面 90多岁然后庆生的画面 我觉得现在先说一下习近平走路 不离蛮山的事情 因为上次去法国的时候 后来我专程打听了一下 他们说那个马克龙请他吃法国大餐 喝红酒喝多了 然后痛风饭了 这次是不是重阳节又喝多吃了一些东西 也不一定 当然说这个 我觉得这次王岐山出来 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非常不寻常 为什么呢 就是说王岐山他一直很低调 就是他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其实呢他是负责外交的 但是说呢很明显 他对习近平这种和美国对立的方式很不满 所以他基本上两三个月才出来一次 建一些无光紧要的一个政要 也不说什么话 那么很明显这一次呢 他是在叫外滩金融峰会 外滩金融峰会呢 是在上海是金融的会议 很明显不是他负责的 他现在还是现任的国家副主席 虽然他过去做副总理的时候 负责过金融 但是很明显这金融是一颗枪的工作 而且现在习近平拿走了 这个时候他是按道理上 不应该他出来讲话的 然后他就出来 要注意的话呢 这次金融峰会的主办人叫陈元 是陈云的儿子 对 所以说陈云呢 是怎么说呢 中国当年跟邓小平的 一个改革派 一个保守派 两个人斗得非常厉害的 一个共产党的大佬 那么习近平呢 很明显他现在呢 是跟邓小平划清界线 那其实他就站在陈云 这个光布下廊 那么陈云的儿子 利邀王岐山出来讲话 那么王岐山带着陈云 王岐山 习近平都是太子党 很明显太子党是内部 可能有分裂的迹象 还有一个王岐山的讲话 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 在中国所有现任的领导人讲话 必须有很多套话要说的 这是不得不说的 就是说 因为要表重心嘛 第一个呢 是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这个或者是 要提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要提 还有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还有实现中国梦 这就是习近平的政权口号 还有政策方面呢 他如果是金融的话 最近一定要提一带一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最近最火的经济 是叫内循环 这六个词 王岐山完全没有讲 这就是非常奇怪 就包括李克 因为这是套话嘛 就是表示 我还跟你一条心嘛 王岐山从头到尾 只讲经济 而且刚才讲的 中国经济不能走 邪路不能走歧路 不能走歪路 这很明显在敲打习近平嘛 所以说 这个是表明他的一个态度 他的什么态度呢 就是说他的 跟他非常近的 这个董宏被抓走了 这个任志强也被抓了 而且今年的 也是王岐山的人 蒋超梁 湖北省委书记也被撤掉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看 这是奔着王岐山来的 王岐山一般的时候会示好 就是说表示 我间接拥护 我表忠心嘛 这是一般的反应嘛 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官员了 自己的周围人被抓了以后 就赶紧跳出来表忠心 王岐山不但不表忠心 而且任何人看起来 按照中国共产党 吃共产党党八股的 王岐山这种讲话很奇怪 又不是自己负责的 而且完全没提习近平 而且习近平的所有政策都没有提 就是说 而且在暗讽习近平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不理你 我现在我表示抗议 表示不满 你不管怎么说的 你爱怎么怎么 就是很有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就说我的 我有自信 换句话说我有自信 你不敢弄我 而且所以说呢 现在看起来 王岐山最近一言串出头嘛 出头的明显是什么呢 现在是王岐山 习近平怕王岐山 王岐山如果在五中全会的时候 他突然间我辞职我不干的话 习近平将其苦难下 因为他还没有布局不好嘛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王岐山在先头发难 而且很明显 王岐山后边 有很多太子党的势力在里面 这个就说明 习近平 王岐山在向习近平叫板 我看你怎么办 我就很明显的 我就不听你的 我就不服 我就不高兴 把这种发出来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很明显 习近平呢 最近呢 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 两个头 社长全换掉了 这是很少见的 一般是要换戒数再换嘛 这个很明显 在五中全会之前 他要把这个 毛泽东说 一个笔杆子 一个枪杆子嘛 要把笔杆子抓紧 他换上来的这个人呢 叫陀振 这是人民日报的社长 陀振呢 是当年 他是有名的左王 就是说在当年 2013年的南方周末的时候 有个新年献词事件 他是作为 他当时广东省宣传部长 他就直接下去改了 报社的这个 新年献词 所以弄成很大的 这个反响 香港就说 他是这个左王 就是当年的邓立群 之后的左王 习近平把他 弄上来以后呢 就很明显要加强 这个宣传攻势 但是习近平 刚刚上来 就有人执名举报他 说有六个情人 而且有很多钱 这个 这个很明显 就是说 早不举报 晚不举报 上来第一天举报 就很有明 很明显 大家跟着对着干嘛 所以说呢 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内忧外患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容易犯痛风 好 我们稍后回来 那明老师 打的是这一个选战 刀刀剑骨 那厮杀的非常的激烈 可是同一时间 北京的五中全会召开 外界关心的是 习近平的权力核心 对 我们过去已经简单 谈过五中全会 那现在我们再 待会儿来谈一下 这个中全会的重要性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两个这个大会之间呢 大概相隔五年 比如十八大的十九大 或十七大的十八大 相隔五年 那么相隔五年呢 他们每一年会开 至少开一次中全会 那么相隔五年中间呢 前后加起来 一般来说大概七次中全会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简单说就是 中共是以党领政 所以国家有任何重大事情 以前呢 党先来开会 那么党里面呢 那个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 简单中全会呢 就是很关键的一个 所谓合法性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七次中全会当中呢 大概每一次中全会呢 大体上有一个主题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大体如此 像第一中全会 什么时候开呢 大概每一次开完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就紧接着就开一中 像十七大开完之后呢 第二天就开一中 十八大开完之后就开一中 十九大之后也开一中 这一中全会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这一次的新的 这个领导班子选出来 他把这个中央委员选出来 然后选政治局 然后选政治局常委 然后一成都选了 最后选了总书记 所以一中全会通常在大会 完了之后呢 立刻接着开 进行党内人事安排 这是一中全会 然后这个这一年开完之后 第二年呢 通常三月份左右 那有的时候早一点点 有的时候晚一点点 像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昨晚了 开什么呢 开人大政协两会 就开政府的这个会议 那么政府既然要开 这么重要的会议 党之前一定要开个会 所以通常呢 在这之前呢 党会开二中全会 二中全会 确定说这个两会的重要议题 或人事变动什么的 所以这是二中 然后再来呢 就在同一年 就二中的那一年呢 也就一次大会开完 第二年的这个年底 大概9月到11月之间呢 开三中全会 那么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在于说 我们新的这个领导班 就上来了 然后我们对未来的 几年的规划 是什么东西 我是不是要提出 一个比较完整的改革方案 所以通常是 三中全会提出来 这个几乎大概 从十一大开始呢 十一大开始呢 大体上就如此 虽然不是美界了 但大体是如此 所以三中全会 通常是一个提出改革方案 或改革方向的会议 那么受到大家瞩目 就是三中 四中全会做什么呢 通常谈党内的建设 就是我们共产党 经过这几年运作之后 发现什么优缺点 优点怎么发扬 然后缺点怎么改善 什么等等 然后进行党的建设 然后再来是五中全会 通常五中全会会会审议 下一个五年计划 中共的经济呢 就是计划经济 每五年五年一个计划 所以现在呢 五中全会就要省 下一个十四五计划 好 那么如果六中全会 通常就是明年开 它做什么事情呢 通常是比较务虚的 就谈思想啦 谈意识形态啦 谈理论方面的东西 然后再来开七中全会 做什么呢 七中全会是准备呢 下一次大会之前的 叫会前会 所以一中到七中呢 大体上是如此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好 那么现在就讲到这一次的 这个五中全会 我们过去就跟大家预告 我们说五中全会呢 应该谈两个问题 一个谈中国共产党 中安文会的工作条例 上次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只简单提一下 我们说它会谈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简称十四五 那么十四五呢 我们现在看起来 大概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性 第一个重要性 就是政治上的重要性 那什么叫政治上的重要性呢 第一是两个一百年 第一是共产党建党一百年 中共是1921年建党 到了明年就2021 建党一百年 所以这是第一个一百年 第二是中共建立政权 是1949年 到2049呢 就是第二就是一个一百年 所以这样就两个一百年 但是这两个一百年呢 习近平只能经过一个一百年 第二一百年呢 他只能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说欲做铺陈 但是口号已经喊出来了 所以他就必须配合这个口号呢 说那现在这五年 我们干什么 下五年干什么 最后呢 到将来这个有别人 或者说什么一直下去的话 那那个就国家一百年了 我们怎么度过 好 那么所以现在既然说 这两个一百年口号喊出来了 那他过去讲说 这个在建党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要迎接什么呢 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 基本建成 在这之前我们建成什么 建成一个小康社会 这大家都听了很多的了 所以这几年宣传是讲这东西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 如果明年就是建党了一百年 那么后年就要开二十大的话 我现在就要铺陈 所以十四五的重要性在于说 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 一步步勾了出来给大家看说 那这个一百年咱们怎么做 然后后面怎么一步推下来 这是政治上的重要性 对来说有一个成先起后 更是一个历史标杆的一个意义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必须谈到现实面了 也就是虽然理想非常高远 非常宏伟 但现实我们碰到一些问题 这问题呢我们必须解决 比如说武汉肺炎的问题 香港动乱的问题 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然后英国武汉肺炎 所以引发的国际贸易萎 从而使得中共的订单会减少的问题 所以这些加总起来 那小的我们还不说了 其实比较大的 所以落实到他眼前呢 就是十四五呢 必须要针对两个问题来做出答复 第一就是在刚才前面的条件下面 如何使得中国的经济复苏 这点必须要提出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 如果这些都成立的话 那么美中的这个贸易战还在打 美中关系还没有改善 所以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同时能够刺激经济复苏 这两个问题呢 是必须面对的 所以这个是十四五呢 在政治上的跟线上的重要性 那这样就讲到说 那他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十四五呢 大概有哪些重要计划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八月下旬的时候 谈过一件事情 就是习近平召开了一个 经济社会领域专家研讨会 有十几位专家出席了 然后报上点名 这个少数几位专家 然后一些 有些讨论内容呢 也建筑文字了 当时也讲说 请这些专家来呢 就是要帮十四五呢 做一些规划了 做一些脑力计量等等 当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件事情 谈这么重要的一个十四五计划 李克强 总理李克强没有预会 所以我们觉得说非常奇怪 照理说 他应该参加会议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这边有了问题什么的 这个我们将来再说 但是我们从那一次开始 到现在呢 两个月左右 我们一路观察 一路整理资料呢 也审视了这个 他在国内外现在碰到的 还没解决问题呢 大概我们才十四五计划呢 应该有七八个重要内容 第一个重要内容呢 就是双循环 当然他们原来是讲说 这个内循环 但准确说就是 更多的这个推进这个内循环 以国内经济为主的循环 然后同时呢 也跟国外经济进行循环 所谓的双循环 但是双循环 如果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 那么刚才简单提了 因为武汉肺炎 导致国际上的各大国的贸易 都开始萎缩的话 那么它跟国外的贸易呢 第一会受到冲击 第二 如果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的话呢 那么它跟美国的贸易呢 也会有相当程度的萎缩 所以如果说对外的贸易 有相当程度萎缩的话 那内循环变成唯一的出路嘛 那么也就是说 对外的这经济活动 不那么畅旺的时候 它只能回到自己的内部来 所以它只要讲说自力更生 但是如果一讲自力更生 回到当年的套路 大家想说 那不就是闭关锁国吗 它又要告诉你 其实我们没有闭关锁国 只因为外面环境变化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个调整 所以话讲得好听 就是说 我们要变成这更高阶段的 更厉害的自力更生 什么等等 当然核心意识告诉你说 不能太过依赖外面 好 那么在过去 我们其实看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呢 我们都晓得一个国家发展 基本上就是投资 出口消费 那中国大陆经济发展 30年之后呢 出口投资消费呢 大概在2006 07年 开始慢慢放缓 08年呢 到达大概一个高峰 当时我们预计说 如果经济学的理论是正确的话 那时候应该会慢慢下走 也就是它的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这些我们所谓的工业化红利 到这边用的差不多时候呢 它往下 缓步下滑呢 是正常的 除非能够找到第二个拉动的高峰 好 那么他们是不是有尝试拉这个东西呢 有 他们做了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 是继续盖房子 第二个选择呢 是盖高铁 从外面来看呢 这都能把数字拉动 但是经济的一个很大问题 尤其是资本主义时代呢 它经济很大的一个重点在说 你投资下去之后 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拉动经济 而不是只是拉动数字而已 什么叫拉动经济呢 使得市场活络 也就是供需呢 都非常畅旺 然后市场非常活络 大家有钱买东西 然后有东西呢 要卖呢 然后价钱不太离分 卖得出去 市场非常活络 那么高铁坦白说 是一个赔钱的东西 简单说什么叫高铁呢 凭着载客才会赚钱 载货呢 它就不叫高铁 因为速度会放慢 中国大陆固然人口很多 但是呢 任何一个国家 高铁要赚钱呢 我再说一次 是载客 也就是经济必须发达 到一定程度 然后坐高铁人非常多 多到能够平衡高铁的 这个高投资成本 所以在很多国家 高铁都是赔钱的 但是它为了这运克 它必须这样做 而中国大陆呢 我们过去认为说 基本上有点像是 疯狂的在投资高铁 表面看起来非常漂亮 数字很高 但是对经济效益大不大呢 其实不大 最后一点就是 十四五呢 大家在关切说 会不会提GDP的成长数字 现在看起来 提的机会不大 我不能说一定不提 但机会不大 为什么呢 在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 没有提的数字 但因为我们晓得说 今年要提呢 就非常难看 所以他们聪明的话 大概不会提 就算提的话 他会提得非常模糊的 给个区间会有 想办法把它淡化一下 这是大概我们现在看到 十四五计划里面 可能出现的重要内容 那老师外界观察的是 十四五的另外一个重大核心 会不会牵动人事的变局 不过可能 当然现在这个国际媒体 谈这个问题谈很多 因为大家关注到说 中共从这一九三零年 到现在呢 这个七八十年下来呢 好像在五中全会呢 经常出现人事变动 当然我们刚才讲说 一中每一次是谈人事了 然后说五中出现人事 可是大家要注意哦 在过去呢 尤其在一九四九年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呢 五中全会会动人事呢 通常跟政治动荡有关系 他不是说五中全会出现人事变动 毛泽东时代前面呢 五中会动人事呢 因为打下天下了 他必须要解决工程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这个问题延续下来 就是一个接班人问题 这个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后期 他扶植华国锋跟四人帮上台 所以有很多人事变动 那这是不正常的 这是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 同样有一些不正常因素 比如说邓小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因为他要去这个平反文革 他去翻案文革 所以他要去动人事 所以这个也是不正常的 第二呢 就是他用了两个人 一个叫胡耀邦 又要赵紫阳 后来他觉得说 这两个都太过自由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 方向不利 所以自己要动手清除 一要动到这种民意上 一把手的时候 底下人会更能变动 所以五中也出现多次变动 再来就是六四屠杀 他跟福智江泽民 所以这些问题呢 都牵涉到了人事变动 那么外界观察到 五中人事变动呢 其实跟这些因素都相关 也就是他是不正常的 那么大家现在最关心就是说 他会不会确立接班人 其实原准确的说 应该在十九大的时候 就应该把两个年轻人 摆进政治局常委 然后观察五年接班 怎么等等 可是在这个前两年 这个十九大的时候 并没有摆这两个人进来 大家不是看胡春华 跟孙政才嘛 但都没有进来 所以大家问说 这次会不会有变动 那么我看到 就国际媒体讨论了很多 我必须澄清一下 人事变动变到 到哪一层才叫重要 当然我们讲说 中共只有三个最重要的机构 一个叫中央委员会 然后一个叫政治局 一个叫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呢 是两百人左右 然后后部委员一百多 那么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变动 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但没有重要到说 能够拿来讨论说 将来会不会有 接班人变动 那种事情 所以那个 可以不必太讨论 我们真的要关注 就是政治局 跟政治局常委 有没有变动 一般来说 在这个时候 不太会动常委 一旦动常委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有人生病 快病死了 像黄菊这种人 第二种是有激烈政治斗争 像四人帮这种人 所以只有这两种情况 才会在这个时候 动到政治局常委 那么政治局有没有可能动 有可能动 第一种情况 就是年龄到了 必须动 那这个算是正常 如果年龄不到 又不生 并再动到政治局委员的话 这个事情就值得推销 所以现在我们这次呢 中委会的人 大概不太要看 然后我们就看 集中看 就是政治局 跟政治局常委 好 那么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的就是 这一次 有没有新生带的一些人 进入政治局 我点一些名 比如像陈敏尔啦 蔡奇啦 李希啦 李强啦 然后陈希啦 陈全国啦 黄昆明啦 这些人呢 如果说年龄都还可以 都还够年轻的话 有没有挤进去 或者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这才是我们要关切的 好 最后问题就是王岐山 最近大家传闻很多 然后大家说 他可能下课了 一个又说 他可能贪污 又有可能说 他可能这个生病 又可能又说 这个跟习近平处不好 他是不是会提前下课 大家猜的不亦乐乎 大家最后注意到 王岐山最近频频露面 在这什么 抗美元潮大会上也出来了 然后在上海又出来讲 提醒金融风险什么等等 但请各位注意 他提醒金融风险 这件事情 在讲话讲得很不错 但是呢 这个官方媒体 登了一两天之后 把他下架了 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所以我们要仔细看一看 这对于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他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这个话呢 跟现在主旋律不合 所以暂时下架 第二种比较严重可能就是 你的话真的跟老大的话 不太对盘 那么不能让你露脸这么多 所以把你拔掉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就非常严重了 那我们再拭目以待 好 我们稍后回来